臺灣的民主自由民放隔壇 是我們幾百年 甚至幾十年來 所有同志是大 所有拚來 也有坐一坐我們的前輩 提醒到他們的生存 提醒到他們的信仰 發展的倫敦 送拚 我們今天可以享受民主自由選擇 是因為坐一坐的前輩 我們的前任送拚 設立民主價值 是我們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我們在重要的我們的民主 在我們的團隊上 世間世帕 讓我們的後代子孫 在這塊自由的土地上 可以享受民主自由的封信 享受民主自由的政治 我們絕對會等到我們 不要讓臺灣撒去獨裁 獨裁專制的中國 臺灣和中國最大的地方 是因為臺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臺灣是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 我們絕對不能讓臺灣 變成中國獨裁專制的一部門標準 這就是臺灣最重要的價值 但是 再來 我知道在臺灣 在臺灣 在臺灣 有朋友在臺灣 在臺灣說 用臺灣說 說 我現在 自己說 語言 不重要 沒環境 雖然我可以用臺灣去 補充大會 但是 我相信在座 有很多 哈嘎朋友 也有外産朋友 也有原住民朋友 東聯網 我們 大部分的活動人 所以我覺得 作為一個臺灣人 語言不是問題 你沒有下馬子 不管你是對決的總分 只要你臨動臺灣 臨動我們的民主戒戒戒 願意到這個台北共生死 共生死 願意做回收好我們的國家主權 你就是自由而驕傲的臺灣 你說對不對 今天 朋友問我 2012年 這場選戰 最重要的 目的是最重要 只有兩個 第一 我們要建立一個公平建立社會 第二 我們要守候國家的主權 更重要 我覺得這次的選選 成為公平建立社會 這一次的選戰 是我們99%對抗1%的戰爭 什麼叫做99%對抗1%的戰爭 台灣有238萬人 百分之一是多少 中間 23萬 對嗎 國民黨從 我們在中國 我們在政府很多 十多 十多 六十年來 中國國民黨在這次會土地上 他們照顧的都是大財團大企業 那些是16萬人而已 26萬人而已 他照顧那個霸武器 從來沒有好好照顧 99%的人民 所以這一場戰爭 是99%的 有正義感的人民 要起來 告訴這個只照顧 1%的無能的政府 我們人民受夠了對不對 我們受夠了一個無能的政府 受夠了沒有辦法照顧人民的這個無能的政府 因為我們人民經痛苦 無法收出款 無法讓人民公平建立的制度 所以 我們99%的人民要站出來 我們要用人民的政府 我們要用最偉大的人民力量 最偉大的公民力量 做回來改變台灣 大家說